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離開明智神宮樂園之後 我們就去代代木公園 乘地鐵去吧 4號出口出 一出去銀杏就映入眼簾 但還未到 我們要向右邊 一直走3-4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代代木公園的入口 整個公園很大 我們現在就在西邊入口 之後就會去東面 這個攝谷門出口走 一進到去 好像沒什麼看頭 不敷光 還是綠色 讓我再走進去看看 幸好 終於發現了紅色的葉 雖然不是很多 但也很漂亮 我們在木公園 是可以發現了很多 紅葉的樹都複製了 但是呢 這裡是超級大 大到 不知怎麼形容 雖然我也挺喜歡這道 超大 因為很舒服 周圍也沒有什麼人 沒有人需要來 這個環境 很順一流 雖然很多都複製了 好 再給你們看多一點 其實只有好少紅色 這個真的很大 看看看看 好大 先轉一圈 超大 代代木公園 是東京第四大公園 有54萬平方米 這個大面積的地方 加上周圍的自然樹木 還有休閒寧靜的環境 就給我一種很舒服 很放鬆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看到畫面有沒有這個同感呢 這款充滿秋二的美景 真的令人非常難忘 香港我就真的找不到 我已經肯定我一定會再來這裡 下次我還會拿餐部分在這裡 再加上夜餐 或者拿半書在這裡看整天 都一定很捨意 雖然剛才紅色的風月很美 不過在東京主角始終都是黃色的銀行 在公園的東邊就會發現很多銀行樹 整片的銀行樹林真的很美 很壯觀 看金黃色的地毯是不是很棒 其實很多人都說銀行有股臭的味 但我覺得OK 是有一種很特別的味道 但有味道很臭的感覺 很厲害 那樣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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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些商品掛來日本不逛街 就真的會不安樂 所以就走了一陣子攝谷 之後我們就出發去第三個銀行觀賞點 我們來到一個叫奔香三丁木的站 2號出後出 出到大街就往左手邊走 就會見到這個十字路口 Berolline這樣過兩條馬路去到對面 然後一直走五分鐘左右 就會到達目的地 這裡就是東京大學 這裡是東京大學的赤門入口 赤門是東京大學的代表性象徵 已經有100年以上的歷史 是很重要的文化財產 東京大學是目前東京最高的學府 除了學術地位高之外 連裡面的環境也得到很高的讚賞 而最出名當然就是每年秋冬天 東京大學的銀行大道 雖然周圍的建築都很漂亮 很有氣派 但是現在就不欣賞了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差不多三點 我們還沒吃午餐 這樣穿過這條銀行大道 就會見到這個安田廣堂 在安田廣堂前面有一條隱蔽的隧道 只要找到這條隧道 就可以吃到很便宜的學生餐 這裡就是中央食堂的通道 我們下去看看有什麼吃 下去還要穿過這個山洞 然後就會見到有一個玻璃櫃 裡面顯示了很多食物展示 每款都插了一個價錢在上面 菜式很豐富 而且全部都很划算 跟日本餐廳比是便宜很多很多 由於早餐吃得太貴 所以這一餐午餐就省了一點 我們最後就選了這個510日圓的清魚定食 還有這個420日圓的鵪列紅酒牛肉飯 選好吃什麼就要記住它的號碼編號 然後去旁邊的販賣機買餐券 我們就選了25號和33號 兩個餐加起來1000日圓都不用 真的很划算 買完可以拿回抓粥 然後就會出了這兩張券 拿著這兩張券 再放一層樓梯 就會看到這個很大的大學食堂 由於過了真正的食堂時間 所以現在是沒什麼人的 給這兩張券的傘傘就可以了 他們就會幫你收拾好食物 差不多全部食物都現成做好了 這個就是清魚定食 這個就是鵪列紅酒牛肉飯 老實說這味道不算很特別 清不上十分之好吃 但一定不是難吃的 這麼便宜就這樣 吃飽飽了 我們就上去再仔細看一看這個安田港堂 這個安田港堂 和剛才去過的赤門 銀杏大道 是東京大學的三大景點 學會當日有工程維修 為了一個大圍欄在外面 我們就不可以很近距離 看到這個建築物 它之所以這麼出名 是因為1968年 東京大學的學生曾經發生過安田港堂事件 是持續了一年的大規模學生運動 吃完東西 四點多出來 再去銀杏大道 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 因為日本的冬天是很快入黑的 但我覺得入黑了的銀杏大道 一樣是這麼美 還有另一番風味 再四圍走多一會 我們就出發去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看到這個站都知道我們是去Skytree A2出口出 上兩條樓梯 再走一條很長的通道 好 在走的同時 我想說除了A2出口之外 B3出口都可以去到的 更方便一點 出到地面再向右轉 一直走 走到看到小馬路就轉進去 即是這條 走多一會 就會看到大名鼎鼎的Skytree 但我們這天就沒有上去 因為已經很晚 一張入場卷要2000日圓 這個時候上去就不太划算了 留下一次早點來 可以看日落才上去 但在這棟高350米的Skytree 這樣看上去 真的覺得自己很渺小 沒有上去Skytree 只是可以去旁邊這個商場走 適逢快聖誕節 這個商場的4樓平台 有很多聖誕的小攤檔 我也不倒輸去感受一下聖誕氣氛 我們現在來到Skytree 然後同樣也是商場的4樓 我找到這間CarloB專門店 裡面有得賣即炸的卡洛比薯片 我選了sky tree 限定味道 紫菜味 其實這個商場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的 如果在東京只可以有時間行一個商場 我一定是選擇這裡的 因為這個商場又大又寬敞 商店又多又適合我走 還有我的最愛 Earth Music 而且還是Super Premium 即是一間很大的Earth Music 而且吃市種類繁多 想吃什麼都可以 那今天的晚餐我選了吃牛舌 甜品就選了吃這間紫緣綠茶 這間牛舌餐廳叫做荔狗 好 全日本都有很多分店 最愛吃最愛吃 今天最愛吃一層 有牛絲 有牛絲 這個是我之前也吃過一次在日本 我買的好吃 所以我買的好吃 所以我買的好吃 我買的好吃 你買的好吃嗎 少一點 好吃 這個好吃 我買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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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極粉厚切牛舌定食 就是2000日圓左右 還有麥飯 牛尾湯 還有這個凍牛肉小吃 如果不需要吃厚切 普通牛舌定食就1600日圓左右 這款咖喱定食也是1600日圓左右 但是用了四塊牛舌換了一碗咖喱 不要小看這款咖喱油 吃到我們舔舔的味 吃完晚餐 就去了紫苑十里吃甜品 這間店在京都很有名 我也沒吃過 這次難得見到就去試一下 點了這個價值 670ml的三款茶味雪糕 分別有抹茶、玄米茶和培茶 質感非常誘惑 茶味也很突出 再加上這個小丸子的咖喱口感 實在太好吃了 吃完這麼多好東西的同時 時間也同時消逝 時間也要去機場了 押上站真的好 可以直接去羽田空港站 不用轉車 最後一程車 這張One Day Pass 也快攻城身退 好想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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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睡覺 好想睡覺 OK 好想睡覺 好想睡覺 雖然是入到的時候 但是去到羽田出閘的時候 記得要找服務人員補錢 因為上一部分說過 全惡子之後的站是屬於京急線 這張帖是不包的 那麼快就到達機場了 最後再介紹一個景點給你們 就是羽田機場的展望台 日本幾乎每個機場都會有一個展望台 可以給大家看飛機 這個是日本的特色 而羽田機場的展望台就在五樓 只要搭扶手電梯搭到最頂就看到了 好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個瘋狂東京一日遊 這個旅程的確是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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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刻意鼓勵大家 像我這樣玩得那麼準 始終每個人的決定和喜好都不同 但是我很肯定是沒有後悔的 這個是屬於我的經歷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遲些我會拍更多日本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Facebook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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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